2019年的11月即将结束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汤尼的民众 也可以说度过了历史记录上 最糟糕的一个月 我们指的不是游客太多 而是水患不停 每天淹水 甚至一个星期之内 改写三次历史记录 最高的淹水位达到1.87公尺那么多 原因当然很多 包括了地层下陷 海平面上升 所引起的异常的涨潮 但过去的记率显示 这个异常涨潮可能百年一次 如今是每年平均至少一次 可以说整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当地的经济损失更是巨大 很多民众已经考虑要搬家 远离这个古城 如果真搬走了 那将是观光客的重大损失 究竟这个城市当初怎么盖的 有没有预料到如今这番景象 而面对这个困局 意大利政府做了哪些努力 为什么到现在提不出任何的解决之道呢 我们来看看威尼斯 当然同时也要替他们的未来 非常担心 金黄色的夕阳 映照在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 水都威尼斯 浴河上大大小小船只 纵横穿梭 宛如仙境般的风景 明年吸引超过三千万观光客 然而十月十三号那天 梦幻天堂却一夕变色 古葡的千年老街被黄烛的污水完全淹没 原本惬意逛街的游客 半步在清水步道 两旁的高级精品店 诺不成生意 也只能无奈地用抽水机不断抽水 号称欧洲最美丽客厅的圣马克广场 放眼望去汪洋一片 民众只能在战道上缓缓前进 成群海鸥自在悠游 还有塑胶瓶罐漂浮其中 大广场根本变成大海湾 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 再加上满月前后的大潮汐 亮成威尼斯世纪大水患 85%的市区受灾 纯粹高达187公分 是53年以来最惨的一次 只差8公分就要创历史记录 积水不退将近三个星期 已经是世上之罪 机器损失更高达11欧元 明年一入秋 意大利北部进入雨季 威尼斯就会沿水 当地人虽司空见惯 但近百年来为何就是 摆脱不掉血患的噩梦呢 普代威尼斯是阿尔贝斯山下 亚德里亚海沿岸的一片细湖地形 加上大大小小的岛屿共有124座 居民散居在各小岛上再用桥梁相互连接 时是今日 威尼斯地区的桥梁已超过400座 到了西元七世纪 威尼斯人口不断增加 建筑空间不复使用 开始在西湖上盖房子 然而湖底都是软沙层 地质不稳定 也使得部分建筑出现歪斜的情况 聪明的建筑师们想到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 原来在软沙层底下覆盖一层相对稳定的沉积粘土层 于是建筑师将无数根长达3到8公尺的木桩打入谷底 直接抵达沿土层作为建筑物的地基 If sufficient piles are used and the area is then soaked with water the mud between the piles becomes compressed and thus more stable than everything outside the area The poles that are underneath the buildings in the mud is that they are permanently in oxygen free environments 如果把威尼斯的地表像橘子皮一样剥开 就会看到表面下排列了无数根木桩 修建圣马可广场至少就用了十万根 福利堂皇的安康圣母教堂 是沉重的大理石建筑 更用了高达一百万根 根据统计 威尼斯市区建筑使用木桩地基的总数 可能多达一千万根 比起问题解决之后 再来就是防水 建筑师首先在木桩上排上一层精英的木板 接着铺上五层砖头 然后用附近生产的白色石灰岩 作为挡水墙 有了稳固与防水的底座 还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不稳定的西湖地质 再加上不时发生的地震 建筑物绝对不能太重 要有弹性来防震 许多威尼斯中世纪时期新建给官员住的宫殿 最多只有三层 防震对侧是以软性的石灰沙浆 取代刚硬的水泥沙浆 来凝合砖块 遇到地震时砖块间会有更多移动的空间 至于楼层地板则是原木材质 地板和墙面的牵合处还留下一定空间 一遇到地震 建筑物左右摇晃 地板跟着波动 但是不会断裂 这也就是为何现在威尼斯许多楼房 窗户排列歪斜不齐 许多室内地板也是裂缝连连 巧妙的设计让威尼斯撑过了一千多年 但是一进入工业社会 问题跟着来了 古岛的威尼斯到处都可以看到水井 工程师在广场开凿取水孔 铺设地下水管搜集雨水 然后用细砂进行过滤 最后流进水井 就是干净的饮用水 工业化后用水量大增 水井已不足因应 于是大量抽取地下水 抽出的结果造成地层严重下陷 过去每一百年 威尼斯地表下沉约一公分 但从1900年开始至今 以下沉将近30公分 地层下陷海平面相对提高 海水就容易随着潮汐涌入 威尼斯市区 不仅如此 原本在水面上的砖墙 如今遭到海水侵蚀 对威尼斯建筑结构造成致命性影响 除了潮汐 越来越多的机动汽艇在威尼斯水道间穿梭 激起了波浪加深海水对建筑物前面的侵蚀 更糟糟的是 一年有多达500艘巨型豪华游轮靠港 让问题雪上加霜 跟每一艘船的沿途 是像水流流在10分钟或一分钟 那是建筑建筑物上的很影响 为了挽救威尼斯政府在2003年 启动了规模庞大的摩西水闸工程计划 也就是在威尼斯西湖与外海连接通道的海床 埋设78座宽28公尺高20公尺的活动水闸门 每当潮汐水会高涨时 水闸门就会升起形成一道堤防 阻挡海水涌入威尼斯 工程经费超过新台币2300亿 原本预计2017年启用 军营洗钱贪污丑闻 延到2021年贪用工 The MOSE project is important but it's not the sole solution It's inconsistent, I believe to want to protect the city from super floods without at the same time protecting it from decay 科学家在摩西计划完工前 赶紧提出另外一个釜底筹新的方法 也就是围绕威尼斯直径10公里的圆形区域 开凿10到12个注水孔 然后将大量海水灌入西湖底下 600到1000公尺深的含水层 缓慢地提高地表 预计10年可上升25公分 让沉入海水的建筑物重新浮出水面 You cannot do it in a shorter time We don't want to generate any any fracture 这项大胆的计划 由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提出 目前还是在构想阶段 研究人希望能募集足够资金 进行小规模测试验证计划的可行性 不论是巨大堤防 还是灌注海水提高地层 抢救这座美丽的文化之城 已迫在眉睫 许多威尼斯若真如专家预言 沉默消失 未来想一睹这人类工程奇迹 只能潜到海水下相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